另外看到的是最新的台股讯息 台股在今天收盘指数收在15353点 下跌了473点 成交值新台币4801亿元 而受到台湾本土疫情升温的影响 台北股市今天卖压沉重 盘中上下震荡近560点 最大跌点落在中午的12点28分 跌幅一度超过600点 最终回升到15353点 失守半年线 台股全王台积电虽然盘中一度翻红 但中场下跌8点以549元作收